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5個基點 英泰行動 繼續震撼了全球資本市場 從各業美股開始 各主要市場幾乎是 無一例外全線路得下跌 同時 隨著美元匯價進一步走強 英鎊 日元 韓元和人民幣等貨幣 都一度快速走低 印度盧比更是跌至了歷史新低 今年以來 美聯儲已經累計 加息了300個基點 這幾乎是超過了年初 所有人的預期 全球市場的風險正在若隱若現 我們究竟要如何應對 今天節目當中會為您詳細的分析 首先我們來關注 就今天亞洲各主要市場的收盤情況 美聯儲釋放了鷹派的信號 是讓隔夜美股重回 兩個多月來的低股 這也拖累了亞太區的股市 全線走低 我們看到內地的A股 今天是全天震盪收跌 中場市報3108點 下跌了0.27% 而深城市呢 下跌的幅度是0.84% 兩市的成交今天維持縮量 成交是不足6500億元 而香港股市盤中市 一度跌穿了1800點關口 這個是超過10年以來的首次 而午後呢 雖然跌幅有所收窄 但是中場仍然是有1.6%的跌幅 台灣股市今天也是大幅跳水 航運股指數大跌 是拖累了家圈指數 中場收跌0.97% 日本股市今天大幅低開之後呢 是反覆地下挫 盤中市一度失守了 27000點的關口 不過呢 日元匯價在盤中大跌 倒是立好了出口類的企業 還有航運股是逆時上揚 我們看到大盤在午後 是收復了大部分的失地 中場是小幅 下跌0.58% 而韓國股市呢 今天是下跌了0.63% 創出了7月15號以來的 收盤新低 至於正在交易的倫敦股市 目前也是延續了 亞太市場的跌勢 跌幅是超過了0.3% 明年儲的鷹派加息呢 不但是除了導致股市大跌 也是令到美元指數強勢 衝上了111關口 而美元以外的貨幣 則是硬生下挫 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 周四是報6.9798 創出了2020年8月4號以來的新低 隨後的離岸人民幣呢 也是一度跌穿了7.1的整數關口 不過歐元對美元的匯價呢 則是跌至了20年的新低 英鎊是觸及了37年的低位 韓元的匯價 也是跌穿了1400關口 至於日元匯價 早前是顯著地走弱 不過在跌穿了145的重要關口之後呢 日本財務省終於是在 歐洲的交易時段 進行了會市干預 這個是1998年6月以來的首次 這個行動是導致了 日美元的指數大幅地走低 日元對美元是快速拉升了 超過500點 連破了145到141 5到整數關口 漲幅超過了2% 而之前下跌的離岸人民幣 歐元和英鎊等等匯價 也是持續地拉升 至於在亞太區內的其他媒體 還在關注哪些財經熱點 一起來了解一下 韓國總統尹熙悅當地時間22號 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時 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 並進行了約48秒的簡短交流 針對韓美元首會談 不如外界預期的說法 韓國總統辦 稍早前發佈聲明稱 以西月此次外訪 與拜登一共見面三次 傳達了韓方對美國通脹法案 給汽車業造成不利的擔憂 對此 拜登回應理解 白宮發表的聲明也指出 雙方就供應鏈韌性 經濟和能源安全 以及氣候變化等廣泛問題 開展討論 日本央行22號宣布 決定維持短期利率目標 在-0.1里不變 同時維持十年期 公佔收益率目標 在接近零水平 日本央行指 通脹預期正在升溫 經濟出現回穩跡象 當局維持超低利率的 鴿派決定一公佈 日元兌美元會價隨機跳水 一度跌穿145大關 再創24年新低 對此 日本財務省 與歐洲交易時段 入市買進日元 進行會市干預 是1998年6月以來的首次 拉動日元兌美元 反彈至142元水平 越南旅遊業逐步復蘇 河內旅遊局測算 今年前9個月 河內累積接待遊客 預計同比大增4倍 達到1310萬人次 旅遊收入有望 接近40萬億越南頓 單季今年9月 河內接待遊客 約148萬人次 環比下降15.5% 但國際遊客超過18萬人次 環比增幅達18% 雖然市場對美聯儲的加息行動 早有預期 但是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 鷹派表態仍然是讓全球資本市場 大為緊張 在下節我們會請到 永興證券副總裁 許維鴻先生帶來詳細的分析 一會兒見 小遊客超過18萬人次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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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亞洲彩晶透視 聯聯儲經過一連兩天的議席會議 決定再度加息75個基點 維持1994年11月以來 最為強勁的單次投資 最為強勁的單次投資 接近加息抗通脹的鷹派信號 是讓掙扎的美股重回谷底 短期美債收益率也是飆升 美元指數則是時隔兩週 再度刷新了20年的高位 一如市場預期 美聯儲週三加息75基點 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 由2.25%至2.5% 上調到3%至3.25% 這已經是美聯儲連續三次 大幅加息75基點 而今年以來 五次加息的累計幅度 高達300個基點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也延續了此前的鷹派表態 堅稱要讓通脹率 降至聯儲目標水平 我們認為我們必須 把我們的資金額 到一個限制的程度 讓我們有些時間保持 我們想要很肯定 我們想要很肯定 貿易增加2% 會後的點證圖顯示 美聯儲多數官員預計 在今年餘下兩次會議 還將加息125基點 而明年的利率 將達到4.6%的峰值 美聯儲重磅削子落地 隔夜每股大玩過山車 三大股指中場都刷新 超過兩個半月地位 對利率前景敏感的 兩年期美債收益率 盤中一度升破4.1% 是2007年以來首次 而被視為衰退指標的 兩年期和十年期美債收益率 息差進一步擴大 倒掛幅度接近1982年的水平 美元指數則時隔兩週 再創20年新高 非美貨幣再度承壓 高風險的加密貨幣 也在盤中大跳水 由於港元在聯繫匯率制度下 與美元掛鉤 香港金融管理局 週四也跟隨美聯儲 加息75基點 將隔夜貼線窗基本利率 從2.75%上調到3.5% 經管局總裁余偉文指出 美國繼續加息使港美息差擴大 可能引發市場套息交易 而港元拆卸利率持續上升 本地銀行很可能會調整利率 不過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則估計 香港利率上調的幅度相對較小 最優惠利率 就經過這次美國加息之後 有很可能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不過我們估計 這次就算我們最優惠利率 會上調的話 那個幅度都會是比較細的 美聯儲的加息為全球的股市和賄市 都帶來連鎖反應 我們馬上請出 永新證券副總裁 許維紅先生問我們分析 許先生你好 歡迎 你好 許先生 我們看到 美聯儲在9月的決議公佈之後 現在市場預期在年末的時候 美國的政策利率最終要提高到4%以上 這個是遠遠超出了之前大多數人的預期 不過現在美國的通脹又是高燒不對的 那美聯儲是不是只能通過持續 而且鷹派的加息 才能夠解決目前的經濟困境呢 這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 確實是完即不退 另外一個就是你剛才提到的 是不是只有美聯儲才有能力 解決通脹問題 在我看來呢 其實一國的宏觀政策 既包括貨幣政策 也包括財政政策 那麼美國其實不僅有 美聯儲這一個貨幣政策 可以解決通脹問題 還可以通過財政政策 也就是降低這個補貼 降低這個最低的這個工資水平 通過財政的這個壓縮預算 來解決通脹 但這對 顯然對這個政治是不正確的 也就是現在的拜登政府 顯然不願意採取財政政策的緊縮 來解決通脹 那沒辦法只能通過貨幣政策 所以美聯儲呢 現在謀利上說 承擔了一個國家 美國這個國家整個宏觀來調整 來解決通脹問題 這顯然是市場不願意看到的 也是無奈之舉吧 扶贏 另外呢 這個美聯儲的加息決議出爐之後呢 我們看到隔夜美股啊 是大幅的震盪啊 走出了一個過山車式的行情 可以說現在的這個資本市場 尤其是股市 對於美聯儲加息的這個步伐 和進度可以說是格外敏感的 您覺得美國股市後續 是不是還有進一步下行的空間呢 那我們知道當初有很多的這個成分股 那相對而言成長性的科技板塊 遭遇拋售的壓力 可能是不是會更加地嚴重 這個是這一次加息的一個顯著特點 也就是昨天這個美聯儲加息以後 那科技股 特別是一些權重科技股的下跌 是比較明顯的 在我看來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還是硅谷 也就是美國的高科技的這樣的板塊 顯然是不歡迎這個美聯儲加息的 因為美聯儲加息會加大一些成長性的 非營利的一些科技含量比較高的 公司的人數水平 這顯然不是硅谷所歡迎的 另外一個原因呢 是華爾街也不歡迎這個加息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美國的上市公司 它很大地上說它的權重科 特別剛才提到的權重科 它是一個全世界的跨國的 一個經營的公司 所以隨著美聯儲的加息 美元指數走高 那非美貨幣顯著貶值 這讓這些跨國企業的 非美國的這個盈利 顯著地被低估 也就是說比如說 美元對這個人民幣 美元升上了10% 那這個跨國企業在中國的利潤 較大9折 那現在對日元已經升值了30%了 那這些跨國公司在日本的 這樣的利潤較大7折 所以華爾街其實也不太喜歡這個 並不喜歡聯儲的這種持續加息 也就是說上市公司的收益率 說是以美元計的利潤 會出現一個下降的趨勢 一個整體下降的趨勢 這個顯然是華爾街不願意看到的 所以聯儲加息 還是這樣激進的連續加息 既不是硅谷這些科技板塊 所願意看到的 也不是華爾街 就是金融這個板塊 所想看到的 這就是為什麼歐美的媒體 在這一陣子也比較悲觀 紛紛把這個全球經濟衰退 這個資本市場價格下跌 歸咎於美聯儲加息 就是這個原因 胡言 確實這個華爾街也不歡迎 歸咎也不歡迎 我們說的這個都是 在美國市場的這個反應 那麼其實在海外市場呢 今天也是無一例外地 受到了美聯儲強勢加息的影響 我們看到今天香港股市 甚至是跌破了18000點的水平 在盤中是跌破了18000點 這個是跌到了超過10年的一個新的地位 美國加息究竟對於全球 其他市場的影響 我們要怎麼樣來綜合的評估呢 我覺得有兩大影響吧 第一個影響就是 香港這樣的全球金融中心 那它顯然對於美聯儲加息的反應 是比較激烈的 熱錢回流 也就是說在資本市場上一些熱錢 那當聯儲加息以後會回流美國 這個在歷史上有多次出現了 所以當美聯儲加息的時候 你會發現歐洲的熱錢 包括香港 東京 新加坡的熱錢 都會回流美國股市 美國資本市場 就造成了這些非紐約的 這樣的國際金融中心的 這個資產價格下跌 那另外一塊呢 是一些發展中經濟體 也就是欠發達經濟體 那這些經濟體呢 對美元的貶值更厲害 比如說像土耳其 阿根廷 它就面臨不僅僅是金融危機 還可能是經濟危機 造成民生問題 美國每一次這種通過加息 或者說要過度的這種加息 來整合世界 收割這個發展中國家的這個做法 比如97年代亞洲金融危機 就是很典型的 美國通過加息 造成了這個 以東南亞的房地產泡泡 為契機的 這樣一個新的財富的重組 那這個對於全球布局的華爾街 顯然是最有利的 所以這兩方面的影響 都是現在今年2022年 無論是世界銀行 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 IMF都在提醒的 那麼非美貨幣的國家的地區 出現這樣的金融危機 和經濟危機的一個潛在的風險 這恐怕是這個全球投資者 在新興市場投資 格外謹慎的一個原因 不是 其實您剛剛也是聽到了 這個對於其他的 這些非美經濟體而言呢 其實他們很大一部分 受到美聯儲的一個干擾的 就是他們今天出現了 貨幣貶值的情況 像今天日元是跌破了145 那這個離岸人民幣 今天也短暫跌破了7.1的水平 當然我們也說 強勢的美元 其實不能說一定就會帶來 一些破壞的影響 對於不同的經濟體的影響 我們是不是需要分頭來看待 比如說 至少它對出口企業來說是好的吧 當然 當然 這也就格外顯示出來 中國在最近的幾年強調 經濟不能太虛擬化 那麼金融要服務實力經濟 強調工業強國 強調製造業的一個好處 大家知道在過去幾年 特別是疫情以來 那中國才有了比較強的 這樣對於疫情控制的手段 也讓中國的出口產業 整個產業鏈比較完整 那在這幾年呢 中國的出口 並沒有隨著疫情而造成份額降低 而相反呢 恰恰中國製造 在過去幾年不斷地這個 創造更高的一個進出口水平 今年上半年就是1到8月份 中國的貿易順差達到了5000億美元 所以美元升值也好 包括國際的匯市啊 股市動盪 其實對於中國的經濟影響 事情影響並不大 但是呢 比如像歐洲 像日本 包括韓國 大家如果看這幾個經濟的話 那隨著中國製造的份額不斷增加 那日韓 德國這些 包括歐洲這些傳統的這些 歐洲和亞洲的這些發達經濟體的出口 份額在被中國製造逐漸在侵蝕 所以呢 美元升值又讓這些傳統的出口 比較強的國家雪上加霜 所以如何來平衡自己的經濟體 經濟內部的這樣的一個匯率 利率還有進出口的這樣一個關係 比如日本的阿堪 日本的央行開始干預這個匯市匯率 這個也是這些我們叫發達經濟體 老歐洲和日韓肯定的一個 比較顯著的問題 一方面是中國來勢洶洶的 這樣的一個進口替代 另外一塊是美國資本市場 全球匯率率的一個波動 那這恐怕都是對於 這些發達經濟體的一個 我們叫宏觀政策的一個考驗 不容樂觀 特別是現在大家看到 這個俄烏衝突 造成這個德國的PMI的顯著提升 包括日元突破145 這都是對於傳統製造業強國 和一些傳統的發達經濟體 一個宏觀經濟的考驗 這恐怕是2022年這一輪 這個經濟的一個有趣的地方 當然我們還有一分多鐘的時間 我們想簡單地評論一下 比如說對於這些高負債的 低增長的這些國家來說 是不是他們的麻煩 就相對地會比較大一點 我覺得這塊可能兩說 兩說就是說 一方面這些經濟體 比如說你談到高負債 比如土耳其 比如東南亞一些經濟體 這些經濟體經過了1997年 也就是20多年以前 這樣一次亞洲金融危機以後 隨著這些經濟認識到了 自己的外匯儲備 和自己的進出口的 這樣一個比率 包括自己的房地產抛貨的風險 這些年其實並沒有得到 顯著的積累 包括土耳其這個國家 它通過匯率的貶值 包括自己國內的一些資源再分配 所以我倒並不覺得 2022年這個年底之前 會進一步有一些暴雷的 也就是整個國家資產 會不會出現風險 這樣的發展的經濟體 但另外一塊 每一輪這個世界經濟的周期 美國的加息 美國的降息 甚至前一點零利率 通過印鈔 來解決這樣的 美國自身的問題 都會讓這些發展的經濟體 面臨整個資本的一個回流美國 和資本回流這樣的貨幣和避險的國家 這恐怕是一個相互相同的過程 我並不認為 現在的世界會有出現 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那樣的 新興經濟體的一個 廣泛的系統性的風險 但是我也覺得會出現 個別國家的民生問題 它不是一個金融危機 因為這個 隨著一座群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解決 各國也開始注視到 跨國的資本向下流動的風險 但是它會出現一些民生問題 這恐怕是需要IMF 世界銀行包括聯合國的一些知識 人類有這個本領 但是也需要引起各方面足夠重視 特別是金融投資的一些重視 好的 非常感謝永興證券副總裁 許又洪先生的分析 美聯儲再度鷹派加息 而聯儲主席鮑威爾的強硬表態 也是受到了市場的廣分關注 在下一節 我們會和財經評論員 中文輝先生繼續的探討 一會兒見 歡迎來到亞洲財經透視 謝謝我們會和評論員 朱仁慧先生繼續來聊一聊 美國的加息 我們知道這個美聯儲的主席鮑威爾 最近他這個鷹派的表態 被很多人說 他似乎有這個美聯儲前主席 這個沃克爾的影子 在40年前 美國是有兩位數的通脹的時代的時候 他當時採取了非常強硬的加息 來評議這個通脹 所以我們接下來 會不會看到 美聯儲的這個鷹派會持續下去 會越來越鷹派呢 現在看來肯定還會持續下去 我是今天看到了前幾天 《華爾街日報》寫的一篇文章 他就寫這個在Jackson Hall這個會議上 本來鮑威爾他有一個發言 是有稿子的 然後到他講話的時候 就趴把稿子拿掉了 然後就做了一個非常簡短的講話 就是要向市場傳出一個明確的聲音 說美聯儲要不惜一切代價 加息一直要把通脹受控為止 這個為什麼他要做這個 就是以前他也想學格林斯潘 因為前面很多可以對應的 學格林斯潘和市場溝通 結果市場給他的信息就是 你加息加到一定程度 比如說今天年底就該往下走了 所以他認為市場接收到錯誤的信息 錯誤 對 他給他一個明確信息 而且裡面我們要說金融史的話 在上個世紀70年代 還有一個就是美聯儲的錯誤 就是當時的美聯儲主席 Arthur Burns 叫阿瑟伯恩斯 他說他現在金融界就是搞股票 搞基金界線希望的來來回回 加一點減一點 加一點減一點 到市場上才有機會 對 所以搞了十年之後 美國通脹到沃克爾接手的時候 就已經是很高了 當時又是非常複雜的國際環境 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兩義戰爭 其實在這個沃克爾上台的時候 他還是配合了當時的總統 一個很高的財政支出 而後來他一看通脹不行了 就進入了這個叫沃克爾時刻 就是開始大幅度加息 現在鮑威爾走了就是這條路 你看鮑威爾昨天的表態 他說我們要不惜一切手段 把這個通脹控制在2%的水平 說來很輕鬆 要知道美國最新的一個通脹數據 在拜登還有8.3% 這個終究非常大的一個鴻溝 是不是真的只能用強勁的 鷹派的加息才能夠去解決 那這樣的話 那豈不是經濟的硬捉路 就是完全不能避免的嗎 所以現在可以看看拜登 他基本上不說這事了 耶倫他也不說了 他以前說這個軟糙路 需要技巧加運氣 他認為還有希望的 其實有的咱們的觀眾 技巧加運氣是什麼 就是賭博嘛 沒錯 那現在他基本上 美國的高官們已經不說 軟糙路的事情了 現在大家更關心的就是 到底這個利率要到什麼程度 才算大家認為的到頂 因為現在金融界也有一個說法 一個就是利率肯定會更高 然後那個頂也是水漲船高的 所以前財政部長薩摩斯就說 到5應該不奇怪 但是最高的可以到多少呢 到7% 現在的點陣圖是4.6% 但是看從年初到現在就往上走 然後這個加息的更快 所以現在是個0.75% 不排除下次還是0.75% 4次0.75%就是3個百分點 這是很高的 還有在高位上會停留很長時間 高位上停留的時間越長 就意味著對經濟的打擊越大 就意味著經濟進入硬招路的可能性 越來越強 它是這麼一個邏輯 但是我們說 你要把8%點幾的通脹降到2% 而且是堅定的降到2% 不是說中間我又退縮了 3%也可以接受 2.5%也可以接受 這就是金融界人士給他的建議 他現在堅決不接受這個東西 就是一定要到2% 這個信息是明確的 所以這就出現了硬招路的聲音 肯定是越來越大 但是強勢加息導致了經濟硬拙路之後 那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怎麼樣去面對呢 比如說就業會不會出問題 金融市場會不會出問題 全球的投資者 要怎麼去面對這個狀況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至少在股票市場是開始出問題了 因為真的沒錢了 比如說原來生肖成上的Spark 現在基本上都退錢了 都開始退了 因為真的是那個水沒有了 但是還不在於這裡 還在於更深層次的 就是哪些國家它能夠 就是美國可能它是叫嚷 但是它能夠挺過來 但其他的國家能不能挺得過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劃分 像已經出問題的斯里蘭卡也好 巴基斯坦也好 還有埃及 越來越多的可能會出現問題 但是這個還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還有大家看不到的東西 比如說一旦美國它加到一定程度 它完成了對通商的控制之後 它下一步會怎麼辦 這是很核心的 所以我看這個金融市 看了1985年的廣場飯店協定 我突然就恍然大悟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一路加 然後美元匯率一直強 強最後美國發現自己受不了了 而且我的通商已經控制了 把他都架過來 來 你們給我那個升職 我沒事了 所以那個時候 一下就收割過來了 所以我們說看很多問題 一定要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看看 背後的一個國家的戰略策動能力 和它在全球的輿論操控能力 還有金融市場的操控能力 確實這個歷史會不會重演呢 我們要拭目以待了 非常感謝志願先生的分析 以上就是今天的亞洲財經透視的全部內容 謝謝收看 我們再會 我們要幫忙和短小的魔鬼 一邊的表示 我們要把血液的來抗爭 最好的地方 不要緊拒絕絕絕對 好,好,好! 我們要交給我 好,好,好,好 都是很離譚 坐上來 我們要拎接收 我們可以了 把血液的對話 到我們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